高雄啊 廣澤 親王 廣澤 中王啊 你知道他顯靈會怎樣嗎 他直接變成傻眼貓咪給你看 翻白眼 真的 我們來看看 畫面當中你看喔 他現在左邊的眼睛是不是翻白眼 是不是傻眼貓咪 是不是無顏薯條 好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廣澤 中王耶 你幹嘛不在不在那翻白眼呢 我告訴你 當他翻白眼就代表你旁邊有姿妹王娘啊 告訴你這個時候呢 抬神教的這些信徒們呢 還要拿出熱油鍋來 惠銘 記不記得我之前跟你講過高雄前定鄉不是有媽祖有沒有 拿油鍋去學校裡面抓鬼 廣澤 朱王也會喔 有時候他夜半出巡的時候他一翻白眼 那這時候旁邊的人就說油鍋 油鍋 油鍋 與神同行 最近有在看吧 動不動就講一下 下地獄 上刀山 下油鍋 你看看 油鍋就得來了 對 油鍋就來了 然後他們說 據說那時候那些在旁邊的人啊 油鍋一翻出來 就會聞到有烤焦的味道耶 不非真的是有這個痴妹王娘 被廣澤尊王給抓進去下了油鍋嗎 這樣的神機另外在台南南昆森代天府 還有兩尊王爺神像被偷了 好 那被偷了之後呢 我告訴你 有神機就是有神機 被偷沒關係 他自己會回家 你現在看到呢 就是他前幾天回到了他的代天府 但奇怪的是 他回到家之後 那個香爐啊 就開始冰冰冰冰 像喬喬板一樣 在神桌上面開始動 好像很開心 對不對 對 彷彿就是一時就是兩位王爺 真的 超難解釋喔 昆森王爺的人敢偷啊 現在回到家之後 彷彿他還是跟他們信徒講說 我要這麼處啦 不然就 至少也是跟著他講說 你看看 我回來 我就讓你們知道 我對你們表達謝意啊 是 結果呢 這個香爐就這樣子左右要一直動 好 奇怪了 那天有沒有地震一掉 沒有 那是不是桌子有不平 也沒有 後來專家講說 那很可能是香爐他的腳 左右兩邊高地不齊 但也沒有 火太多啦 然後那個就不停 有人說是熱上冷縮啦 對 解釋很多嘛 觀眾朋友 你怎麼看啊 我是怎麼看都覺得這香爐會動 的確很神奇啊 三個小時欸 三個小時啊 對啊 惠銘 你說是不是很誇張 可見了這個昆森王啊 高興了三個小時 失而復得啊 但是有些東西掉了之後 不一定會回來喔 可能還要靠神來看看 結果神就是那個元凶啊 怎麼會這樣啊 嘉義有一對夫妻 她去拜虎爺 然後瑞德恩講說虎爺 好 我們就去拜 然後她就拿蘋果去拜 結果回到家之後 她發現蘋果少一顆啊 所以那個太太太就掉監視器 你看現在就是監視器畫面顯現 說她那個太太拜的那個蘋果 在52分54秒的時候 不見了 掉下去了 但掉下去了 慧民你仔細看一下唷 敢有手嗎 敢有人嗎 那是誰 沒得當 沒得當也沒 掉下去 掉下去 滾到虎爺前面 好 那人家就講說 那虎爺想要吃蘋果嘛 你都拜上面沒有拜虎爺 是 本來那個太太啊 她本來很生氣的是說 哪個人敢敢在虎爺面前偷吃我蘋果 結果吃的人就是虎爺啊 這個太太 後來啊 是這個 就回到家裡面才 本來是很生氣的 回到家裡面覺得很開心 虎爺能夠賞你吃她的蘋果 全部都給她吃也無法